大家好,歡迎來到GameplayHK 繼續有我Leo和大家玩這隻木場物語重墜的概念 今天就是春天18號,跑馬日 讓大家看看 現在就是跑馬日 我想在這裡賺第一桶金 前面就是廣場 來到這裡之前記得儲存 儲存之後就可以出發 已經有很多人在這裡 我們就來找鎮長 問我們是不是要開始比賽 而且我們還可以買這個馬券 可以拿來交換禮物 我們看看交換禮物有什麼可以換 有這個真實之玉 集齊九個可以見到真實 但是有1000枚 力量之薯果實,吃一枚可以加體力上限 其實我本身已經吃了一顆 在自己的快田裡刮一刮出來 頸鏈可以拿來賣 心口針也可以拿來賣 這個就是鑽石 另外就是蟲蓉 這個精鋼石 這些是可以掘到的 鑽石其實也可以掘到的 不過比較難一點 主要我們要換什麼就是這個頸鏈 這些馬券很差 你一定要贏回來 因為你就這樣給錢買 都是不可以換 就這樣換是不可以的 你一定要贏回來 這裡跑馬一共會有三場賽事 每場賽事每隻馬的賠率都是不一樣的 我們要做的是什麼呢 找一場有肉吃的賠率 然後可能只有1倍或者6倍那些馬 但是又沒有肉吃 所以這裡都要用到Low Save大法 就是要不斷找一場賠率不錯 又有肉吃的場數來賠 這個賠率很漂亮 又跑出的就行了 我會建議大家賠率多少以上 為之可以 就13倍或者以上 這個賠率都可以 就13倍 贏了4100多回回來 我們要換的就是換一個頸鏈 一條頸鏈賣2千多元 我現在身上一共有16個架 上面8個、下面8個一共16個架 一個架最多可以放9條頸鏈 即是說我要將16乘9 一共我就可以得到144條頸鏈 一條頸鏈就有20枚 我們再乘以20 即是說一共就需要用到2888枚 即是說我們是有凸 那有凸拿來做什麼呢 當然買一下這些 力之果實 這個真實之肉我就下年 不是,秋天也還有一場賽馬 那時候才做 前期體力要緊 先換這個 又多了一個體力 之後就換幾年 全部都換了 剩下419 這419可以留下來 下年再換 不過下年又會再多些東西 所以現在就 全部都爆了就可以了 然後就把這些頸鏈全部出貨 全部賣掉 原先我有16000多元 看看現在可以賺到多少錢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家 我原先只有16000元 我現在就有321578元 大家只要用這個方法就可以很快速賺到你第一筆錢 睡覺這袋就會一次看完究竟賺到多少錢 農作物大約賺到1萬元 動物大約240元 其他的就是我的頸鏈 一共賺到311449元 大家可想而知是很好賺 大家記住用這個方法賺第一筆金 你說如果你過了 我已經過了春天 那怎麼辦 印象中秋天還有一場賽馬 如果大家過了過 就可以在秋天那一場再用這個方法去做 純粹是你遲了賺第一筆金 就是這個意思 萬一春天過了 秋天過了 其實夏天還有一個方法 可以讓大家去 不可以說賺大錢 也叫做賺到一筆錢 也叫做幫補一下 就是夏天1號 在海邊是有一個活動的 這個時間進來 時間會停了 大家看到 4點44分 現在停了不動 這個時刻就可以瘋狂釣魚了 然後釣到樹枝 這個時刻就要看你的耐性 你有耐性的話 將你的新的全部都爆掉 才能走 即是全部都是魚爆掉 又可以 魚缸怎樣拿呢 魚缸就是 早上走過來這間屋 看到嗎 這間屋 然後就有一個雜貨商人 還沒5點走過來收貨 他就會給你一支魚缸 就是這個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賺錢的方法 叫做不限時間的賺錢 釣夠才會走 有時候 除了魚之外 是會釣一些垃圾 例如這些魚骨 新版 我不知道 現在這個版本 舊版 如果你釣到魚骨 垃圾 這些 釣到海裡 如果釣到魚骨 的話 村民的好感度會降低 所以就不要丟到海裡 在廣場裡面有垃圾桶 你可以把它丟到垃圾桶裡面 這樣丟到垃圾桶 舊版 村民的好感度會增加 所以這裡 新版 我不知道是怎樣 所以我還是留回去 不要亂按 將垃圾 丟到海裡 這樣環保 就丟到垃圾桶好一點 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就給我讚好 還有分享給朋友 下集再繼續和大家說這隻 木牆物語 蟲序抗石鎮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